PGO要出一台UR ONE PLUS 推求刺激感的一些特殊的車手 可以這樣子說嗎? 只為駕馭而生奔馳挑戰每個極限 PGOUR ONE PLUS跑車們媒體發表會正式開始 各位現場的貴賓以及所有的美女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的歷零 也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非常的期待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PGO行銷全球 在科技以及造車的工藝當中也為領導的先驅 那連續18年榮獲台灣精品獎的精品品牌 也就是我們PGO在今天也宣布正式要推出 我們的POWER BY GOGO Network 車款UR ONE PLUS的跑車版 那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也要跟大家來好好分享一下 不僅擁有速度感更熱血 而且更多的樂趣 擁有絕佳的性能 給大家最棒的全市新跑格 就是要給大家全新超乎想像的騎乘體驗 今天我們相當的開心 要先邀請到我們摩托動力PGO 內交義務經理林志仁經理 也是我們的當然哥來到台上 跟大家說幾句話 掌聲歡迎 除了持續我們的產品之外 針對通路服務的部分 我們目前來講 針對明年我們未來有我們的 擴張我們的服務通路網的計畫 我們即將在用高規格高標準 還有一個篩選出最適合的服務據點 在未來將在全省各地提供 兩百家的服務據據點 提供給我們消費者 在維修上 在保養上更大的方便性 這是我們針對通路未來的計畫 那下來車輛的部分 就由我們刑企的統統幫各位 再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謝謝 謝謝我們的林經理 那時間交給我們的專員 好 大家好 我是PGO模特動力行銷企劃出的 商品企劃 我姓尤 那今天為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UR1 Plus 跑車版的一個上市 我們的上市發表 那產品的部分呢 我們這台UR1 Plus 是專為駕馭而生 那它用的是經典 科技以及性能 合為一個智慧機車 那這台車的主軸呢 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帶給我們車主熱血 駕馭的這樣子騎乘樂趣 那以及說我們車身上 擁有了經典跑車的風格 那我們的車主呢 騎乘上我們UR1 Plus 就像騎在一台跑車上 你可以擁有一個不一樣的騎乘樂趣 那為什麼我們說它叫經典呢 因為我們這台車上擁有的是經典的賽車元素 那搭配著我們車身上的一些配色 以及配件的不同處理的一個材質 所以呢 可以讓整台車子更有一個個人的特色風格 那最後這部分也是我們為了致敬這個立曼賽車 那立曼賽車它是屬於一個熱血的一個賽車賽事 那為什麼我們說它熱血呢 因為主要是 這一個賽車賽事呢 它是一個24小時的耐久賽 非常考驗著我們的車輛 以及我們的賽車手 它的一個耐力 以及說 要擁有一個非常熱血的精神 才能夠完整的去完成這樣子的一個賽事 所以呢 為了致敬這樣子的一個賽事呢 我們推出了兩個立曼賽車的車色 分別就是 以藍色以及橘色為主 這樣子搭配的917藍的顏色 再來呢 還有一個 黑色 橘色配色 這樣一個搭配設計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 我們在擋風版 以及說我們的下護蓋上面 採用的是橘色這樣子的一個配色處理 那這一次呢 我們UR1 Plus版 採用的是G2水冷泳池同步馬達 它超越了125系列速機車的動力輸出 馬達功率 7.6千瓦 那我們在直線上速度的部分 可以在短短4秒以內就可以達成 好再來 這一次也是我們的UR1 Plus的重點之一 就是我們這一個 預載 預載阻尼 可調的這樣子的蛋皮避震 我們的彈簧 是屬於一個 無段預載的可調 那再來呢 深側 阻尼的部分呢 則是深側的阻尼可調 那稍後呢 各位媒體朋友也可以在我們的前方這邊 也可以使用我們的這個壁震 來做一個調整 去調整看看 我們的阻尼的部分呢 是屬於多段可調的 那台幣預載彈簧的部分呢 是屬於無段 無段可調 那這個 這個彈簧部分呢 我們也在之後 我們消費者購車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調整的工具 附在我們車上 讓我們的消費者可以 做一個簡單 一個調整 好 在輪胎的部分呢 我們採用的是馬吉斯 代號NAV的輪胎 那可以去 適應各式各樣的路面挑戰 那我們的車主呢 可以放軟去騎 去挑戰我們的 這樣子的騎乘的一個極限 在儀表部分 我們採用的是正顯 LCD一經顯示的儀表 那儀表上的 多功能的智慧操作 讓我們整台車子 不僅能動 也可以在靜態上 就是 試櫃操作上面 也可以讓我們車主 享有一個多功能的智慧操作 頭燈部分呢 一樣 是使用這個 Class C的LED頭燈 那搭配著一個 U型的一個導光條的 一個設計 再搭配著尾燈 也是採用了這樣子的 呼音設計 讓我們整台車子 用一個跑車風格的呈現 好 前方這樣那個部分呢 我們在反射面的部分 採用的是Pancake的處理 所以讓它整個這個 車輛更有一個 跑車靈魂的風格呈現 讓整台車子呢 可以更有一個 個人特色 更具有跑車 跑車化的感覺 擋風板前的試蓋 以及我們的尾燈 尾燈上的試蓋呢 我們採用的是反探纖 可以加上一個材質 讓它整個跑車的質感 可以更加提升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座墊部分 座墊部分上面 我們也特地在座墊上 秀上我們U1 Plus的字樣 座墊的皮紋 以及材質上面 我們也做一個不一樣的調整 讓整個座墊呢 做起來更加舒適 可以在長途騎乘下面 絕對是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 這個這樣子的皮紋呢 我們在一個指滑 指滑性上面 也可以更加提升 好最後呢 也是 重點之一 我們這台U1 Plus 跑車特試版的 跑車版 也是一樣使用的是 GoGoNetwork智慧電池交換平台的 智慧電動機車 那交換電池 非常方便 6秒就可以達成 那除了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個 立曼賽車配色之外 我們還 另外在提供消費者 兩個經典的 歐式經典的配色 分別就是 以紅色為主的鐵鏽紅 還有奶茶色 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它內裝上面 我們採用的是一個咖啡色的內裝 讓它整個更有一個 車廂的質感呈現 那現在開始呢 我們購車 搭配著這個PGO 所提出的原廠購車金 以及說我們政府的各項補助之後呢 我們最高可以補助達到 三萬一千元 所以因此呢 我們的購車最低 從最低可以六萬四千八百元起 就可以買到我們這台 六萬PLUS跑車版 那購車方案部分 現在 現在起到九月以前購車呢 我們會再送價值一萬元的一個贈品 那贈品部分呢 主要就是 搭配真心券的部分 我們會送這樣三千元的精品券 然後再搭配我們全新所推出的 安心2.0的保障 以及兩年五次的保養 再大分說這次我們還會再送我們消費者 前一百名的消費者 這個 Aston的安全帽 那分期的部分 我們有分兩種 一個是 免卡分期 免卡分期部分 我們這次推出的一個全新方案 叫做 首年免付 免付費的方案 那有分 這個 24期到34期 36期的分期專案 那分期專案裡面的內容就是 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 可以免 免繳我們的分期款 就可以我們把車子帶回去 那 在後24期 以及後36期的部分 再去做後續的繳款 那第一個免卡分期 在後面呢 則是我們的信用卡零利率分期的部分 零利率分期 信用卡零利率分期 我們也分成 有華南PGO聯名卡 享有24期的零利率方案 再來還有 中華信托 卡雅 也可以享有30期的零利率方案 那在未來的規劃上面 除了我說我們車室所 發表的這個U-1 Plus 跑車版以外呢 PGO電動車在未來的一個規劃上面 我們在明年的第一季 也會準備推出 我們的PGO電動車的第一台 是會輕型電動機車的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透過一下 我們目前車輛的一個外型 我們可以從尾巴的部分 來去觀察到 我們這次的尾部的造型 那除了說輕型的電動機車以外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 我平時還 據說電動車還要持續在規劃說 像ABS ABS這樣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車款 那也會陸續問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 有專員為我們進行非常賞進的介紹 那也相信我們 好 謝謝 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好 當然可以看到我們的 零一雪車的 鞋帶口其實就是我們 新版的 所以今天呢 就是PGO呢 發行了他們這一台 UR1的新車發表會 那你會看到說 他這一台車其實 他在強調就是 他一些像跑車的那個性能 依照電動車的理念 就是說一樣的電力 一樣的電池 如果你的瞬間加動力 或是你的耗冷的 比較快的話呢 相對的 你一般的話 用常識再講 變成說你的電池的續航力呢 就可能都沒那麼高 那這台車主要是 客群呢 就是比較類似像 喜歡電動車那一種加速感 然後或是說 你有賽事需求的話 也許說這台車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台車跟上一次 UR1的那一車啊 對我們今天看到就是說 他可能的客群就是鎖定在一些 追求刺激感的一些特殊的車手 可以這樣子說嗎 對比較追求我們熱血騎乘 熱血駕駛這種感覺 OK 對也是我們的車主 OK 可是我問你就是說 相對的他的電池的續航力 是不是會比UR1正常的還要少一些 對如果你說你會比較喜歡騎乘更快速 那的話 的確他電池的耗電量 會比我們UR1的車主 其實一般UR1的車主還要再多一點 所以這台車會不會 以後會出現在很多不同的賽事上面 有這個機會 但是我們不太敢在一起去 OKOKOK 所以我看到的是他後面就是那個避震器 是蠻特別的 對 所以他那個什麼樣的特殊功能呢 熱速功能 第一個我們剛剛有展報上面有提到 就是預載 彈簧預載的無段可調 OK 就可以做多段速調整 OK可以做調整就對了 對 那再來就是深側主移 也是多段的可調 那我們在彈簧部分 我們都會有消費者可以調整的工具 做使用 比較方便去調整 變成說有這台車的車主 他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調 後面的避震的協調性 這種感覺 OK 喜歡讓你的UR1的車子呢 更具有多樣的調整性的話呢 那這台UR1 Plus 是一個你下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那我們謝謝有先生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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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今天呢 這些媒體呢 在這邊做競賽 那這台車 那這台車 剛剛有訪問到說 這台車的特色 就像那一種 只要追求速度的 然後喜歡競賽的呢 也許就是 他這一次考量的重點 那他這邊的話 有加一個UR1 Plus UR1 Plus 前面的基本上呢 你會覺得 可能你買了之後 還會再做一些羅把 或是做一些改裝之類的 那顏色呢 比較偏向 跟之前的設計 是反正類似的 OK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在 桃園大陸的卡丁車這個地方呢 然後再做一個現場的 新車發表會 那一樣呢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